你們兩個有一個工作 你可以去義大利做 你會開心 義大利也有我的工作 因為我們有類似的服務 但是我們更上一層樓 哦 好 我們這個是 他會不會在義大利窮死啊 不是 我告訴你 義大利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服務 叫做Roy Gigolo Gigolo 但是呢 但是呢 這什麼呢 這個我沒辦法挑戰哦 可以 可以 因為什麼 這個要練一下身體哦 沒有 不一定哦 這個是豬老朋友跟豬勞工 那他要練身體啊 沒有 因為什麼登記都有 沒有 他是勞工耶 什麼登記都有 其實最基本款應該就是 一個小時三十六塊 所以蕭良哥你看 一個小時三十六歐 還可以賺到 三十六歐很多耶 也不錯啦 對 可以啦 這樣是多少 一千多 一千二差不多 一個小時 十星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耶 那我跟你講 為什麼它現在非常非常的流行 因為現在我覺得 義大利跟台灣有一個溝通點 我們都很愛面子 那你知道 比如說過年的時候 跨年我們回家的時候 可能就是爸爸媽媽 欸 有沒有男朋友 有沒有女朋友之類的 那我們沒人聽得很煩 然後我相信很多台灣觀眾朋友 也是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租一個女朋友 租一個男朋友帶回家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帶小郎哥回家 怎麼了嗎 我最有長輩緣啊 我絕對 對不對 我覺得你這三年來 你這一集最認真在主持耶 是嗎 每一集我都很認真耶 沒有 這集好認真喔 然後我這一集主持完 我還覺得說 我留在台灣幹 對不對 我就過去了嘛 對啊 而且你可以選外表 個性 學歷 你都可以選 外表它就被刷掉啊 沒有... 我剛剛說到它的最基本狂可以 非常可以 沒有 有些人不要外表啊 有些人可能只要身高啊 譬如說如果我... 我沒有辦法得罪 你就舉個例子 是 我剛剛說一個小時三十六塊嘛 對不對 也許我租小郎哥 可能五十塊可以 那如果可能我租彭玉燕 可能一個小時一千歐之類的 哇 差 怎麼會跟我差對不對 差 你有沒有哪一個部分講錯 等一下 為家的 因為你這個差距有點大 差太多了吧 對 為家的 我錯了 你是說五十歐還是五十台幣 沒有 歐 兩百倍 兩百倍 沒有 沒有 我剛剛講錯 一百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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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就是我一百歐 彭玉燕一千歐 是這個意思嗎 那也很舒服 之類的 對 那 你的部分應該結束了吧 一百歐無數啦 我剛剛本來想出六歐而已 什麼六歐 六歐一杯咖啡都買不到 六歐 而且車錢還要自己付 車妹來吧 車費這樣不夠 那我去小百合那邊 那個要居酒屋的錢 他要出耶 不夠 韓國 所以我們就改造成釣魚咖啡廳 裡面可以抓魚 然後 可以抓無限的抓魚 但是跟台灣的釣蝦場不一樣 不一樣嗎 台灣釣蝦場 你抓多少就吃多少 韓國釣魚場不是你抓多少吃多少 它是抓平分數的 就是有一個魚是一公斤 一公斤有一公斤的分數 六百公克有六百公克的分數 按照那個分數你可以拿到一個獎品 對 因為我那時候我在台灣 過了一陣子 過了一陣子再去韓國 然後體驗這個釣魚咖啡廳嘛 然後我已經習慣了台灣的釣魚 那個釣蝦場 我那時候抓六隻 然後我就覺得我六隻已經不得了了 我吃不完嘛 我還以為那時候可以直接烤著吃的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以為是台灣的釣蝦場一模一樣 然後我跟老闆說 老闆我六隻就可以了 那個一隻就可以了 我抓六隻一隻就可以了 你烤 你幫我烤一隻給我 老闆說 那不是給你吃的 只是趁重量 趁重量的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那不是吃的 我跟我的朋友 正是去韓國的時候我們發現 因為其實我們三個女生要去吃烤肉 一般你進到店裡面 他就會給你四個人的位子 一般是這樣嘛 你三個人他就給你四個人的位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排隊的時候 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隔壁有一列 也排了一列 我們就覺得 那這樣子不公平啊 大家都在排隊 那是誰比較先進去 後來他們才說 其實是這邊的這一列的人 都是一個人 然後呢 他們那個店他不會 因為有時候一個人 他會給你兩個人的位子 對不對 他們不會 他會帶你去一個人的位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超好奇的 我們就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三個人 你給我們一個人一個位子 因為這樣子很有趣對不對 你知道他那個地方是這樣 他就是有點 如果大家有去過那個一蘭拉麵 不是都會有隔起來嗎 一個人一個人 是這個概念 但是他隔得更密實 因為一蘭都只有臉嘛 對不對 他是按照你的形狀隔起來 不是 他是連你的椅子都隔起來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那個K書中心 就是他會連你的椅子都隔起來 對 然後所以你從背後看到那個人 只會看到他身體 因為他旁邊是夾起來 然後還可以給你掛東西 然後很多人就在那裡 自己吃東西 看劇 然後什麼喝酒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就想說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生意好嗎 那店員就跟我們說 生意超好 他說因為有很多人是這樣 就是比如說他一個人來吃飯 他就會覺得他可能要跟別人並桌 那你知道跟別人並桌 就會覺得很尷尬 你就想趕快吃完就要走了 對 那或者是我們很多女生 就是你我想邊吃東西邊看劇 可是因為大家都在等啊 大家就會一直盯著你啊 想說你吃完就不趕快走啊 然後或者是女生想要補妝 就覺得壓力很大 他就說 所以大家很喜歡這種位子 因為你吃完之後你可以補妝 然後有些人心情很不好喔 還可以在裡面哭 就是你自己的小空間嘛 對 所以他說生意超好的 所以他們沒有在拚翻桌率的就對了 因為那種位子 就是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他們也有算時間 所以很多人他的邏輯就是 如果我想坐久一點 那我就再點一杯酒啊 我再點一個小菜啊 但你就是一直消費啊 對 你就一直消費啊 不然他從早坐到晚 在裡面我怎麼辦 沒有啦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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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是 不過我們之前有講說 韓國其實蠻歧視一個人吃飯的 韓國人一個人去吃的話 很多人覺得他是一個很失敗的人 一個人吃飯怎麼了 對啊 我們很常一個人吃飯 人生失敗組嗎 對 他人生失敗到 沒有一個朋友陪他吃飯 朋友沒空啊 對啊 沒有不能租借叔叔 怕租到良何群 韓國伯父你有租房 你應該上網看照片 哈哈哈哈 我們在韓國玩的時候 它有那個自動煮麵機 唉唷 因為韓國的泡麵 跟台灣泡麵其實不太一樣 台灣泡麵其實只要100度的水 它就可以泡開 那韓國泡麵它比較可能 比較厚一點 然後就是比較粗一點 所以它要有煮過 那你有煮過以後呢 那個麵才會 就是才會熟 那你如果說買 你買的話 你變成一定要回到家裡 你當下餓你沒得吃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超商裡面 就有弄一個機器 是你直接就是把那個紙的碗 它就有點像電磁爐的概念 你就放在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那個 你剛才買的麵條 就直接放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開始煮那個麵 所以你也可以買蛋 買芹菜直接加進去 就可以坐在那裡吃了 所以超級方便 對 真的超棒 那台灣現在也有啦 就是那個萊爾富有超 就是有學習這樣子 真的喔 好酷喔 對 你們有沒有覺得處處是商機 真的 其實台灣這個東西 可以拿去哪一個國家 對 沒錯 這個國家的東西可以拿回台灣 可以交流一下嘛 所以有沒有什麼店呢 開在國外會大賺的嗎 有 我要賺的是 是白元快速理髮店 義大利的話肯定大受歡迎 你知道義大利肩頭髮超貴的 最 比如說可能肩膝洗 男人通常要18到20歐 就800台幣 而且就是所證的 時間很久嗎 不便宜耶 沒有 然後就撲撲的技術了 對 那最近呢 可能就是 近... 近幾年來在義大利 有很多中國人開的理髮店 那他們的特色是什麼呢 便宜 他們是無歐 200台幣就解決了 男生頭髮很好解決 沒有 女生也是 是 同樣的價錢啊 就是無歐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因為義大利 我們沒有一個理髮師的 類似一個商會 要保護 所以其實有很多很多 義大利的理髮師 他們都超級神奇 也抱怨就是中國人 偷了他們的工作 可是沒有辦法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華人的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拼命的工作 對 他們從早上8點開始到... 可是你知道義大利動不動 很愛休息 所以其實近幾年來... 但是 欸 瑞士理髮師都是義大利人啊 對啊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對啊 所以你看他頭髮多久被我弄了 都去瑞士 搞不好過了幾年 瑞士也會有一堆中國人 在那邊開店 我跟你說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技術好 而且他們也會陪你聊天 甚至現在也開始有那個 按摩的服務 當然沒有像台灣這麼精采 可是慢慢地按摩這樣子 誰還要花20歐 那我覺得這個100塊 就是更上一層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能一兩分鐘解決 也不會技術不好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我們義大利 一般的立法店 然後呢 就是沒有台灣的那個 按摩服務而已 我講真的 像台灣那種曼杜瓦小鈴這一種 去開坑訂 大串 大串 去日本我覺得也會中 因為可以按摩 頭皮梳理 然後進去什麼都好了 真的 我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每一天晚上都會去那個 妳剛剛說那個小鈴嘛 然後有一次那個 說太太不好意思 妳的頭皮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她每天都要去洗頭髮 因為她就很舒服 對啊 我就覺得這一種 還有中醫診所在國外 真的會紅 因為我有朋友從挪威來 然後她就想體驗那種很有趣的 你知道中醫去一定要把脈嗎 那 她一坐下來 然後醫生一把脈 就開始說 妳身體啊 就哪裡哪裡哪裡怎麼樣 哪裡哪裡又怎麼樣這樣 她非常意外耶 她說 她說她是醫生 還是她是 就是 算命師 算命師 他是算命他怎麼知道 摸骨 對 她就說他怎麼這樣 因為她的意思是說 因為以西醫來講 你就是要抽血嘛 要照這個照那個才會知道嘛 我怎麼這個人這樣摸一摸就知道 他覺得很厲害 然後他後來也覺得 這樣子的療法很特別 所以我就覺得中醫去一定可以 也會中 而且像夏天那種丟刷什麼的 去給她的刷 就好了 對 很厲害耶 其實妳說的是沒錯 在美國這個中醫開始越來越流行 真的啊 因為美國就很多那個華人對不對 對 華人 然後我們的健保又很貴 貴 很貴 所以我們聽到有這個中醫的東西 我們就 欸 有沒有 去試試看 然後現在有一個人試試看 就開始推 連我們的那個一些運動的選手 比如說好像是那個Michael Phelps 那個游泳的 他也會去做一些中醫的東西 對 連把管什麼的 對 你看是不是流行了 聊一聊 好多相機 真的 我要萬坦說賺不到錢 其實處處有黃金 我也要去訂日本跟義大利的機票 我要去面試了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是一強 下次見 Bye Bye 來 打擾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